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公布了2025年第二季财务报告,合并营收约新台币9337.9亿元,同比增长38.6%,环比增长11.3%,税后净利润约3982.7亿元, 同比大涨60.7%,环比增长10.2%,高于市场预期的3764.2亿新台币。 每股收益为新台币15.36元,折合美国存托凭证,每单位为2.47美元。 毛利率为58.6%,营业利益率为49.6%,税后净利润率为42.7%。 若以美元计算,台积电2025年第二季营收为300.7亿美元,同比增长44.4%,环比增长17.8%。 在一季度的法说会上,台积电公布第二季财测显示,预估营收为284亿至292亿美元,中位数环比增长13%,同比增长38%。 若以1美元,若以1美元兑换新台币32.5元计算,约合新台币9230亿至9490亿元,较一季度环比增加10%至13%,较2024年,同比增长37%至41%,毛利率为57%至59%, 营业利润率为47%至49%。最终二季度的营收优于预期,毛利率、盈利率也符合猜测。 台积电表示,得益于人工智慧应用领域对半导体需求的激增,公司净利润已连续第五个季度实现两位数增长。 从二季度各制程节点的营收,在总营收当中的占比来看,3奈米静远营收占比为24%,5奈米占比36%,7奈米占比14%,7奈米及更先进制程营收占比达74%。 从各终端应用贡献的营收占比来看,台积电第二季度高效能运算HPC业务增长强劲,在总营收当中的占比高达60%,销售额环比增长14%,智慧型手机贡献的营收占比从去年同期的33%降至27%,物联网、车用电子分别占比5%。 台积电财务长资深副总经理黄仁昭表示,由于台积电几乎所有营收都以美元计价,销获成本约75%以新台币计价。 因此,美元对新台币汇率的波动对营收和毛利润产生显著影响,营收对美元对新台币汇率的敏感度几乎达100%,也就是说,新台币对美元每升值1%, 承报新台币营收将减少1%,毛利率对相同1%汇率变化的敏感度约为40个基点。 与4月中旬提供的第二季汇率猜测亿美元对32.5新台币相比,二季度新台币平均计升值约4.4%,因此对第二季新台币营收造成约4.4%负米影响,对毛利率造成约180个基点负米影响。 台积电还指出,2025年第二季非营业项目总计获利新台币296.1亿元,2025年第一季为238.2亿元。 这部分获利增长主要由于第二季向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台积电全球注资100亿美元,这在新台币快速升值期间有效降低美元汇损。 展望第三季,台积电预期合并营收,预计介于318亿至330亿美元。 若以新台币29.0元对亿美元汇率假设,营收约9222亿至9570亿元,仍较第二季有所成长。 毛利率预计介于55.5%至57.5%较第二季58.6%,略为下滑。 营业利益率为45.5%至47.5%,亦低于第二季的49.6%。 黄仁钊表示,台积电2025年第二季的业绩受益于持续强劲的AI和高效能运算HPC相关需求,当进入2025年第三季,市场对先进制程技术的强大需求,将继续支持台积电的业绩表现。 在台积电海外产能布局进展方面,台积电将按照计划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打造六座先进制程晶圆厂,两座先进封装厂与一座研发中心,总投资金额高达1650亿美元,为全球最大晶圆制造聚落之一。 魏哲家指出,美国亚利桑那州晶圆一厂已于2024年第四季量产4奈米制程,量率与台湾厂相当。 至于晶圆二厂,台积电未配合主要美国客户需求加速建厂进程,预计将提前好各几季度量产。 第三座晶圆厂目前已动工,将导入2奈米与A16制程,第四座晶圆厂也预定采2奈米与A16制程。 第五与第六所晶圆厂将留给更先进制程,建设进度式具体需求调整。 在美国晶圆厂建设计划完成后,台积电预估约30%的2奈米及更先进制程产能落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将成为美国独立的AI晶片供应链的重要枢纽。 相比之下,台积电在日本与德国厂区进度,则需要按照当地市场需求与基础设施条件滚动调整。 日本熊本一厂是2024年底量产,目前良率表现出色。 至于熊本二厂,目前未说明计划完工时间,只表示预定下半年开工。 德国德勒斯登合资晶圆厂方面,台积电也在持续推进中,目前已经获得欧盟委员会与德国多层级政府支持,产能与技术部署将依市场需求调整。 作为台积电的核心基地,台积电预计在数年内,在台湾政府支持下,在台湾建设11座晶圆厂与4座先进封装厂,并于新竹与高雄两地展开2奈米布局,以应对强劲的结构性成长需求。 台积电强调,深化全球布局与持续加码台湾,将巩固设为全球IC产业关键供应商的地位,并为股东创造长期稳健的获利成长。 展望2025年下半年,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指出,目前尚未看到客户行为有任何变化。 然而,美国关税政策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特别是对消费类相关应用和价格敏感的终端市场。 虽然台积电观察到,中国的消费补贴计划正在刺激一些短期需求成长,但台积电认为这本质上是短期的,并继续预计,2025年整体非AI终端市场将温和复苏。 为哲嘉强调,相信市场对半导体的需求是非常基本且持续强劲。 AI的长期需求前景也是正面的,Token数量呈爆炸性增长,显示AI模型的使用和被采用不断增加,这意味着需要越来越多的运算能力,再加上主权AI的需求也在不断成长,从而导致对先进制程晶片的需求增加。 因此,台积电预计,2025年全年营收以美元计价将同比增长约30%,用于先前预估约25%的区间,这是受益于台积电领先的三奈米和五奈米技术的强劲需求,并由高效能运算HPC平台增长所支撑。 台积电表示,将持续关注潜在的关税相关影响,并谨慎规划2025年下半年和2026年的业务,同时继续投资于未来的趋势,并且也将专注于业务的基本面、技术领先、卓越制造和客户信任,以进一步巩固其领先的竞争地位。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侃侃而谈,扩论有余,最后请你点赞,订阅,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谢谢。